我曾经为这个问题就痛苦过很久 在我以前的时候 思考过很久 挣扎过很久 那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说 其实并不在于说你这个 比如说李小龙来讲 我们到今天提起他 人们也知道李小龙 中国 功夫李小龙 那么还 虽然他可能是美国籍 但是没有人强调他是一个美国人 对 就是这样 那我们很多人 很多出色的就是 比如说中国人的后裔 那他们可能拿着不同国家的 拘留的权利 但是他没有人否定他是中国人 那比如我从小在大陆长大 那受到很深刻的民族的 这个几千年的历史的教育 那我觉得自己 作为中国人来讲就很骄傲 我也有很强烈的民族感 很强烈的民族感 所以我走到天涯海角 我所做的事情 我都觉得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做的事没有 对不起这个国家 对不起这个民族 所以就够了 所以至于 其他一些只是一些旅行的政见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这个 心在哪里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